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们协会我们去年在台湾就办了30多场台北国际的专业展 我们估计今年会有103项国际会议在台湾举办 到台湾来办这个事业会议以及奖励旅游的厂商到现在为止也有60多家 我们在会展业界我们也算是其中的一员而且我们是活跃的一员 也请各位给我多加支持亚洲会展产业论坛 从2006年开始到今天已经是第八届一共累积超过了4000多位国内外会展专业人士热烈的参与 成功建立了亚洲会展界最具代表性的一个交流的平台 而且成为国内会展业界最重要的年度的盛事 今年起经济部国际贸易局继续规划新的台湾会展领航计划 希望能将台湾打造成为全球会展产业的重镇 为了后织台湾会展产业的基础跟实力 经济部也投入新台币30亿 兴建高雄展览馆 预计在明年开始正式营运 将在15月之间分别举办 台湾国际扣建长 台湾国际游艇长 跟两年后完工的台北南港展览馆二馆 形成台湾会展产业的南北双核心 今年的亚洲会展产业论坛 我们特别邀请到来自9个国家或地区的25位 重量级全球会展产业的领袖 来台发表精辟的见解 相信一定可以带给与会各位贵宾 新的理念与想法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